大家好,我是東一走橋的鮑勃 東京的復古風味咖啡店蠻多的 比方有前湯改建的雷本快菜湯 有古名家改建的松安文庫 以及我們這次推薦店面有點浪漫的藤香翔 位於藥丁的藤香翔,由於離池袋很近 很適合瘋狂逛街前 讓心態準備好,悠閒的吃個中餐的地方 我們從車站走個五分鐘,看到了一個椅子樹林的地方 以為是一個小公園,沒想到咖啡店就已經藏在這裡 這棟木造的古名家建築是昭和28年完成的 距今已經有近70年的歷史了 室外也有擺放一些椅子 不知道是等待區域還是也可以在這裡喝咖啡呢? 如果可以喝咖啡的話 秋天在這裡看紅葉,喝咖啡的感覺應該超棒的 進到店內我們可以發現空間感還不錯 天花板也很挑高,舒適無壓力 不太需要用強光照射室內,用自然光即可 而且不管坐在哪個位置,都可以看到庭園或是門外的綠樹 餐點的部分,總共有海、陸、月三種主餐 不管哪一種,都是店主精心製作 對身體好的營養餐點 Bobbo跟朋友點的月套餐 是兩種口味的咖哩套餐 一種是椰子青魚 另外一個是豆咖哩 配上青葉產的白飯,以及豆粉做的薄餅 大家先把三種配菜跟白飯好好攪拌一下 沾一點咖哩真的風味十足不油膩 放好飲料種類還滿多種的 居然有乾酒可以選 那Bobbo學咖啡 雖然這裡是東京,但也有一種在清景澤森林中 咖啡店喝咖啡的悠閒感呢 從藤香香走到池袋大概15分鐘 池袋的逛街景點介紹 鮑伯文在表部影片已經講過了 大家可以爬文看一下 記得來看看更新版的池袋溪口公園2.0 以及新開幕的商業區 然後到Sunshine City Sky Circus 看看池袋城市景色 如果逛到腿酸 大家可以到文青咖啡店Coffee Valley 喝杯自家烘焙的咖啡 補充一下精神,繼續逛街 不想喝咖啡,想吃甜點的話 我們推薦適合打卡的Diorama Cafe 特色是鬆餅小小片,但厚度十足 不是鬆軟入口即化的風味 是帶給你越嚼越有味道的實在感 包補點期間限定的印度奶茶口味 帶有一點辛香料的味道 跟鬆餅意外的搭配 朋友點了蘋果鬆餅 就給你一整顆蘋果 醃製得也恰到好處 逛完完街想吃晚餐的話 池袋也有很多選擇 是烏龍麵擺餅店 特色是非常非常具有嚼勁的烏龍麵 然後沾上肉汁 吃完真的讓人口齒流香 無底家就不用多提啦 長時間熬煮大量的高品質的豬骨 優雅的甜味跟香味 很適合拉麵出血者 嘗試了一家麵店 難吃的楊石百名店 有著超級多汁的漢堡排 簡單粗飽 其實跟一般連鎖店那種乾乾的口感差很多 炸肉排是酥脆可口 不會太油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鮑勃以後還會持續推出咖啡店 以及周邊餐廳景點的介紹 喜歡的話再訂閱我們啦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